歡迎大家聽我說中西人民精神這個節目 現在我在討論的問題是關於和平和悠久的問題 人類文化如何能夠一度保持和平和悠久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探討在西方哲學裡面 西方文化裡面可以怎樣處理這個問題呢 上一次我們講到康德的 我們是認為這個康德的理想主義 在西方文化裡面能夠透視自由民主的基礎 同時康德也講到個人的超越涵蓋精神 所以康德的哲學 他那個哲學的方向是可以消除西方社會裡面 多端發展那種文化精神的衝突 即是說他能夠阻止到西方文化那種分門別類化 一路繼續分離分裂 一路變成機械化變成僵固化那種互相對峙的狀態 即是說這個康德哲學是一個真正能夠 維護到個人精神自由 而又成就到民主和和平的一種哲學 其實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西方哲 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的來源本來是多元的 一路發展下來都是很多這個 各種文化範疇之間 有很多不同的衝突 這個政治和宗教 哲學和宗教 科學和宗教 或者宗教法律政治學術之間 互相衝突 這個令到這個文化互相摧殘 爆發戰爭 這個出現很多問題 就是因為沒有一種忠攝的精神 作為樞紐來緩解這些不同的衝突 這些文化範疇 這些分門別類底下的衝突 各個領域變成互相不相容 所以如果能夠有這種精神 能夠緩和之間的衝突 那就比較容易做到和平和悠久了 所以康德哲學的文化使命 正正就是要確立這個樞紐 康德的批判哲學 是能夠成就到這個科學的 即是我們都知道康德有一個著作 康德的著作就是他的批判哲學 他第一本的批判哲學就是能夠成就到這個科學的發展 這樣他跟著第二批判 這個講實踐理性批判 就是能夠成就到這個道德宗教 另外康德的第三本批判 判斷力批判 就能夠成就到這個自然和這個藝術 在這個政治法律理論裏面 康德的政治法律理論裏面 他很能夠肯定個人權利的重要性 個人是會有好名好位好性的野心 這個 但是這種這種浩名好位 就能夠引發出個人才能的表現 這種表現的價值 康德也會給予承認的 所以康德在這個永久和平論 和這個普遍歷史之理念 這兩篇文章裏面都講到這個人類和平的問題 講到未來人類的問題 這個 暗康德的批判哲學正正就是令人心 令人的心裏面各種不同的能力 都能夠得到這個表現施展 令到他們這些不同的能力各有自己的人民領域 而不會超越他們自己本身的氛圍 所以可以令到各個人民領域相容並存 這個康德的做法 相對地能夠肯定到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能力 令到他們可以相容並存 康德的思想之所以能夠講到這些 就是因為他真正能夠自覺到 有一個超越涵蓋的精神 這一點很重要 康德為何講到別人講不到呢 為何講到這種忠攝的精神呢 就是因為他自覺到人 是有一個超越涵蓋的精神的 康德是真正能夠自覺到人的主體自我 是超越涵蓋各種人民活動 各種人民領域在本源上 提揭起整個人民世界的一個自我 來的 的一個主體來的 這個 所以康德是用他的哲學 將這個精神樹立起來 所以這個康德哲學 他就是樹立了這個 所謂的超越涵蓋的精神 他這種超越涵蓋的精神 是能夠涵蓋各個不同的人民領域 這樣就樹立了這個精神 即是樹立了這個 有這種精神的主體自我 有這樣的涵蓋精神的話 他就能夠提揭起整個人民世界 令到人民領域可以互相相容 這樣就由此而 增加他這種哲學思想的基礎 這種能夠令到這個世界 那個衝突得到緩和 那個精神就在這裏 另外一方面康德也都明白 人的主體自我 是不能夠只是用抽象普遍的方式 來加以規定和理解 或者就是說 人的主體自我 並不能夠只是客觀內在化 變成一個類 不可以只是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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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化就是用抽象普遍的方式來理解 康德是明白這件事的 這個主體自我的理性 是一個叫做內在的普遍性 所以它可以成就科學 和一切有普遍性的文化 這個主體自我不是一個抽象的普遍 是一個內在的普遍 這個內在普遍是具體的 它有普遍性 所以它能夠成就科學 和成就一切有普遍性的文化 但是這個普遍性不是抽象的 是具體的 是具體的 是具體自我 而這個主體自我 也是有一種超越涵蓋性 能夠涵蓋社會 人民領域各個方面 所以這樣的人才能夠有一個真正的道德個體人格 即是在這個講法下 來講一個道德個體人格 每一個道德人格都能夠涵蓋人民世界 一個道德人格是能夠涵蓋人民世界的 一切的道德人格 合起來 是能夠互相涵蓋不同的人民活動 不同的人格世界 即是一個人的道德人格 它已經可以涵蓋人民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將一切人的 所有人的道德人格 聯合起來 就能夠互相涵蓋不同的人民活動 不同的人格世界 這樣這些道德人格 就可以根據這個超越的 這種互相尊敬的意志 而互相連接 這樣的人格世界在理念上 是視為這個現實社會人民世界之上的一個精神世界 所以這種是一個理想的精神世界 即是這個 就是我們所說的所謂的人類 即是一個人格 即是一個人格 這樣將一切的人格 聯合起來 就是我們所說的所謂的人類 人類在理念上 就是一個 這樣來講的一個人類 就是一個真正具體人格的類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人類所說的人 是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具體的人格 有一個道德人格在裡面 所以這個人類的理念 就是具體的人類的理念 這個 那麼這個 這個說法 這個類的 這個人類 這樣的說法 就跟所謂的工人 商人 那些類 不同 跟科學家 哲學家 中教學家 那些類都不同 這個 因為那些類別 只是一個類 是一個抽象概念 是有限定的意義的 類之中的個體 在理念上是互相外在的 那些類是互相外在的 但是現在我們 現在康德所說的這個人類 是在這個道德人格裡面說 這個說這個人類這個理念 是透過道德人格而形成的 而形成這個人類的理念 是超越限定的 超越限定的 不是這個抽象規定了的一個意思 超越限定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由一個所謂的 具體的道德人格 而形成的一個人類的理念 人的人格可以由敬意 互相去連接的 在這個人類的理念裡面 人因為每個人的道德人格 都是值得互相尊敬的 所以是一個在理念上面 可以由敬意而互相連接 由此而見到 在這個個體的理念上面 相對地是互相內在的 因為它能夠由敬意來到去 互相連接 所以我們就是說它能夠互相內在 互相在對方的敬意之中 透過這樣的人類理念 我們就可以把上下古今的人貫通起來 我們也可以思想到未來的人類 看到人類能夠悠久存在 另外一方面 除了古今未來的人類能夠悠久存在之外 如果我們這個擴闊來看 可以把普天下的一切人 能夠絕對平等看待 這樣的時候 這些人類能夠互相尊敬 平等看待 這樣我們就能夠希望 可以做到永遠和平相處 所以康德的說法 是能夠說到 人類的歷史可以做到永遠和平 悠久存在 就是這個理由 所以康德所說的人類 這個類並不是阿里士多德那個類的概念 不是阿里士多德所說的類概念的說法 因為阿里士多德那個類 是一個邏輯的分類 是一個自然科學分類的抽象概念 是一種自然科學的邏輯分類方式 康德所說的人類 亦不是社會科學裏 各種類別的人類 社會科學裏分類的經濟的人 科學的人等等 都不是那些 所以康德的那個人類 就不是用阿里士多德那個類的概念 來看人 我們如果用抽象的類 即是阿里士多德的邏輯分類 抽象的類概念來看人的時候 始終你是認識不到人的個體生命 你只是認識這個形式的概念 所以只有這個形式概念才是榮行的 個體之間 那個永遠和平 可以有可以沒有 他講不到這一點 所以這個個體生命的悠久 這個人類生命的悠久 是不能夠由這個類概念來獲得 類概念獲得那個悠久 只有形式意義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我們在講的這個 人類悠久 這個並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 因為這個 如果我們人 總是 這個 如果我們人 總是用這種 所謂社會科學的類別 你是工業的 我是商業的 你是工人 我是商人 這個方式來類化 體人 在類化的人裏 我們一定要標別自己 屬於哪個類 我們一定要突顯出自己的特殊性 我之前講過 就是 我在某個類別裏面 其中一份子的時候 我為了要肯定我們個人的存在 我要變成我這個類裏面 一個很特別的分子 要求出類不遂 這個就是互相競爭 這樣的時候 就永遠都會變成一種 互相矛盾 互相衝突 互相鬥爭的情況出現 所以 一方面 具體的個人 是會被社會這種分門別類 這種抽象的分門別類 壓迫 壓迫至死 因為你突破不了這個分門別類的框框 另一方面 個人 由於這種要肯定自己 要在這個衝突裏面突顯自己的時候 這樣會出現這個真性真名的心 這種真性真名的心 會對這個社會 作出一個反抗 會分裂這個社會 嚴重的 就會發展成為戰爭 會發展成為戰爭 所以 如果 我們轉為 由康德所說的 人的本質 是道德人格 這樣的方式 來去理解 由於人類的理念 我們可以把人的個體性和普遍性結合為一 這樣才能夠說到 不會分裂 這樣 康德所說的人類理念 其實這種具體的道德人格 這種人類理念 其實這個 正正跟孟子所說的 是同類的說法 我們中國哲人 孟子所說的 正正就是這個 有道德人格的人 只有這樣說的人類 才有一種無盡的莊嚴神聖 每一個人 都是內在地 在其他個體的敬意之中 即是說 我們每一個人格 都值得受尊敬 所以我們會尊敬每一個的道德人格 每一個人都在其他個體的敬意之中 另外 這個道德人格 也能夠涵蓋這個人民世界 每一個的個體 它能夠涵蓋整個的人民世界 涵蓋整個的自然世界 自然世界是涵蓋在道德 這個人格底下 能夠涵蓋在這個 由道德人格涵蓋 所以這個 所謂的自然世界 其實就是這個 所謂的知識世界裏面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整個知識世界 都能夠由這個道德人格涵蓋 這樣的一個理念 來理解這個人類 就可以將這個所謂上下古今 和普天下的人 都結合為一 能夠涵蓋到古今中外的人 能夠涵蓋到普天下的人 能夠結合到不同的人 這樣才能夠感覺到 這個個體存在在人類的歷史悠久之中 然後有真正普遍的人道意識 這樣才有一個真正人道意識 這樣就能夠講到我們現在上講的所謂 世界和平 歷史文化悠久 歷史文化悠久 這種這樣的理想 這個 這樣這個 康德 他其實就是繼承這個 這個 這個德國的 啟蒙運動 晚期的一個思想家的想法 這樣就是思考人類的未來 講這個永久和平論 康德講這個永久和平論 認為人的永久和平 應該是由人的道德人格來去理解 然後就由這一點連接上康德的道律哲學 康德講這個普遍歷史的觀念 最初是由人的自然貪欲 虛榮的一種非社會性動機來去講 這個 由人的自然貪欲引出人 怎樣能夠揮發 不是揮發 發揮 人怎樣能夠發揮他的才能 來講這個文化的起源 康德講這個歷史 我講歷史觀念的時候 就會講到 這個 我們 人類的文化 的來源 是怎樣呢 人類是怎樣 開始創造他自己的文化的呢 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有一種自然的貪欲 令到人能夠發揮出他自己 不同的人 發揮他自己不同的才能 因此而創造出不同的文化 這個就是文化的起源 但是個人能力如何發揮出來呢 會歸向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人能夠根據理性而肯定的一個人道原則 即是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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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如何發揮我們個人能力呢 最後呢 都會歸向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呢 一定是一個理性的人道原則的目的 這個 這個是由康德所講的道德人格 來講這個永久和平 我們就知道 原來康德是講到這個永久和平的問題 所以康德的思想呢 可以說是西方思想裏面 是空前的 以前沒有人講到過 來到康德才講到 不過我們呢 看到康德用道德人格來講永久和平 這個來到西方文化裏面 康德去到康德才講到 但是在中國呢 用道德人格來講 這個講法呢 其實先秦儒家就一早已經講了 這個剛才都講過 其實和孟子的講法是相同的 這個在中國人裏面 先秦儒家就一早已經對人的道德人格 人的德性人心有所體悟 明白 其實每個人都是和聖人同類的 這樣呢 而且中國人一早已經是以這個太平和悠久 作為一個直接的人生理想 古代的經典一早已經是講這些內容 所以這個呢 康德在西方文化裏面很難得地能夠講到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看回中國文化呢 其實是更早 原來已經處理了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就不在意 不過 雖然康德哲學呢 是講到這個永久和平的問題 不過他對這個問題的感觸呢 其實呢 是不及得上儒家那麼珍切的 這個 康德以前的西方文化 西方世界 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所謂的天下太平 這樣的概念 其實 沒有這樣的概念 因為在西方的世界裏面呢 這個 一直都是在衝突裏面去發展 西方文化的歷史呢 也都不是一直連續下去的 一直是這個衝突啊 這個斷裂啊 一直這樣發展出來的 那麼在這個儒家呢 就時時都在想 心裏面的一個理想 就是呢 這個 怎樣去實現這個天下太平呢 這樣 儒家的想法呢 就是覺得 這個天下太平其實一早已經實現了的了 就是在這個呢 三代的時候已經有了 這個 儒家的想法就是在三代的時候已經有了 那麼所以這個呢 儒家這個理想呢 其實呢 是繼承前人的文化 所以他一早已經有這個所謂 天下太平這樣的理想 儒家一早有這個天下太平的理想 認為這個理想一直都是灌注在這個歷史精神裏面 一路都在儒家的文化裏面 那麼所以呢 西方文化和中國儒家對這個天下太平的看法呢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西方覺得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 不需要天下太平 中國儒家就一早已經將天下太平 作為一個理想來去處理 這個 那麼所以呢 發展到康德呢 就說到這個問題 他終於都說到這個問題了 這個在他的哲學裏面 他的哲學思想最後的部分 說到這個問題 這個 不過呢 就算是說到康德也好 他都不會好像儒家這樣 直接 把這個 把這個 自天下 安天下 這個 或者天下太平 作為這個 這個 當下 這個直接的理想 所以呢 所以呢 雖然 康德呢 是接觸到這個 和平和悠久的問題 但是呢 在他的講法裏面呢 他是不知道如何去真正實現這個理想 康德他是知道人類要一起去建立一個道德王國 這個 如果建立到這個道德王國呢 就應該能夠做到這個和平和悠久的 這個呢 在這個道德王國的理念上面呢 是應該可以和平和悠久的 但是康德就不知道 怎樣 可以實際上 把這個理念 實現出來 這個就是問題 這個 即是他講到這個問題 但是如何是實際上 把這個理念實現出來呢 這個 那麼這裡呢 他就 還未講到 這個 還有呢 康德也都 忽略了這個國家社會裏面 人民勢力的衝突 這些不同的衝突呢 引起的不安 所以呢 一定要有這個 社會上面 現實存在的道德力量 實際從事的協調工作才行 那即是他講到這個 這個道德人格 但是這個呢 實際上面那個 人民領域同勢力的衝突呢 如何能夠由這個道德力量 做這個協調呢 這個呢 也都是很難說得到 這個 所以這個 康德可以在哲學上面 建立到這個道德人格的尊嚴 但是對於這個道德實踐的功夫呢 始終不及得上儒家 我們從中國文化來看 覺得這裏呢 就差一步了 好了 這樣這個 康德的說法 一直發展出來 變成怎樣呢 我們下次繼續再跟大家討論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